我们来一个焦点来看到大陆渔船翻覆引发了两岸紧张 那双方的代表进行了第九度的协商 青绿周刊就爆料说了 检方踩阵道明显的撞痕 所以现在是朝着过失致死罪来侦办 专家也透露说了 国军其实都有存取雷达图 只要去查就可以判断到底是谁撞谁 大陆渔船翻覆案 双方展开第九次协商 传出协商已经有漱光 但大陆四艘海警船 闯进我限制水域宣示主权 让两岸关系更加紧绷 青绿周刊大爆料 检方踩阵时发现大陆快艇有明显撞痕 征讯时双方都说确实有碰撞 大陆渔航更一口咬定 他们的快艇急转弯也不会翻船 是遭到台湾海巡艇冲撞才会翻覆 全案朝过失致死罪侦办 这是不是代表我方有肇事责任 是不是就是我们去撞他们的船是吗 绝对不是的 因为是过失嘛 就表示不是故意嘛 最后会不会造成过失致死 还是要征查 你不碰撞很难翻覆了 你船上的创技痕迹很清楚 那你怎么赖呢 色险何种罪名均无预设立场 如果最后真的是过失自死的话 我觉得还要查 管贝林的态度太奇怪了嘛 因为你作为一个主管 是不是下了政治命令 让第一线的海巡弟兄 做了不当的执法 海巡署说事发当下没有密录器 但专家透露 谁撞谁 军方有雷达航机图一摊开来 就能见证章 飞机也可以用飞机的航机图 来判断敌人飞机的状况 飞机总比船要开得快 所以海上的航机图不是不能判断 去看它当时的速度跟向量 当然可以判断 很多事情政府捂得盖子不愿意讲 雷达的画面 全部都已经交给检方 请大家放心 在此时此刻 你还要等法官来化解 这样的一些矛盾跟误会 显然民进党不是不能公布雷达图 而是不敢公布雷达图 两岸重大争议执政者推说侦查不公开 但当立委及百姓无从掌握监督 绿媒却连笔录内容全都撩弱直掌 是侦查不能说还是真相不能讲 终将有答案 记者张若慈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金门采访报导 现在两岸的关系真的是越来越紧张了 而且呢 大陆的海警已经派出了大型的舰艇 船我禁止水域 那管碧玲就表示说了 不乐见这种钓鱼台的模式出现 认为这个是大陆在宣示主权 另一方面管碧玲也强调说了 对于自己在第九届立委群组当中 要立委帮忙解释三无传 她说这个是科普 不是在下指导期 但是栏委不买单 许晓鑫就认为了管碧玲只敢在群组说 却不敢公开告诉大家 甚至反驳日前莱茵提出的疑点 就是在默认 陆传反复事件持续延收 现在金门地检署侦查发现 这船身果真有一处凹痕 另外在海巡船艇右舰下方 同样也发现一处撞击点 让周刊爆料 现在全案朝过失致死罪侦办 是否涉嫌何种罪名 均无预设立场 那请各界不要随意推论 基本上是两条人命关天 那一定会朝过失致死来征服 金门地检署强调侦查不公开 然而海委会主委管碧玲 却能揭露真面方向 随着台路已经八次协双都无果 加上两岸情势持续升高 大陆海警权频频闯进金门禁止水域 然而管碧玲没解决根本问题 而是会对大陆单方宣誓主权 有一艘是进来禁止水域 有四艘是进来限制水域 这是中国企图把钓鱼台的模式 带到今夏水域 很希望这样的政治操作 其实也已经引起了国际的相当的关注 都是我们不乐见的 管碧玲一下推政治操作 一下又说是任职作战 在脸书上秀出一段对话截图 说是假讯息 有人在造谣 但针对蓝营提出管碧玲 在立法院民进党团的群主的这段对话 似乎在下指导期 管碧玲只是淡淡带过 是科普 陆水吩咐事件持续拖不止家属 始终无法获得真相 两岸之间也因为中央的消极态度 导致关系持续紧张 这下午是陈信仪台北采访报道 好那针对这一起事件 前立委郭正亮就表示说了 连很少对两岸议题 这么主动的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审议 他都看不下去了 因为第一时间对人民的态度 没有同胞感情 也没有人道主义 这个是很严重的 但是民进党一开始就太低估 这件事情的后果 微博有人把绿媒留言 截图了企业出来 那简直是不能看 简直比政府还要冷血 人命啊 我觉得是第一时间的那个态度 一副就是 这个我觉得两个面 第一个就是 有没有同胞的感情 那这个显然是完全没有 第二个就是 你有没有人道主义 那基本上两个都没有 那这个就很严重 这个 所以我就看那个沈毅 他也接受唐湘龙的访问 对 我也看了 他就说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对 实际上他很少对两岸的议题 他做了好几期节目 但是 所以他就是看不下去 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觉得就是那种 第一时间 你看那个前两天 海巡的态度 陆委会的态度 然后让他就觉得说 那我跟你这样的让利 打交道 和平有意义吗 对 所以现在有一种论述 包括沈毅就是说 和平统一不能成为 这个台湾勒索的一个理由嘛 所以会有变化吗 我就跟你讲 目前最克制的就是 越高层越克制 这个就是我们郑元兄的名言 就是在克制的 可能没有超过一百个人这样 可是那一百个人是 决定政策方向的 他努力在长这个舵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民进党一开始 真的是太低估 你这个流露出来 而且还有一大堆留言 你也知道 那更过分 那个比政府还过分 因为我实际上在一个微博看到 有人把那个 好像是三立的留言 结录了七页出来 那简直是没有办法看 这实在是 这比政府还冷血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是对 民进党在做 更进一步的定性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一生 一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一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一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